Fed 降息无效每股暴跌近800点 联准会Fed 虽紧急宣布降息 却未能缓解因新型冠状病毒爆发而导致经济成长放缓的担忧 股市回土前一个交易日大部分涨幅 延伸阅读金融大震撼Fed 紧急降息两码 决定将利率调降半个百分点的决定 是Fed 在原定会议召开两周之前进行 Fed 认为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以应对这种病毒全球性蔓延的影响 这是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在正式会议之外采取的紧急行动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785.91点或2.94%收25917.41点 盘中一度上涨于300点 在Fed 宣布降息后 道指暴起暴落 石坦普500指数下跌86.86点或2.81%收3003.3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68.07点或2.99%收8684.09点 相对地 投资人则大量买进美国国债 将指标10年期国债殖利率这史上首度推低至1%以下 黄金价格上涨2.9%收于每盎司1644.40元 CNBC名嘴克莱默 Gene Kramer 在Fed 突然降息后指出 Fed 承认经济即将趋弱真是太好了 但这让我感到趋弱的程度肯定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交易员已定价本月Fed 政策会议将降息50个基点 Fed 主席鲍尔指出 除了降息外 Fed 不准备使用任何其他工具来刺激经济 这可能让华尔街的部分人士感到失望 他们原本预期Fed 提供更多工具 由于指标10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创下历史新低 银行股普遍下跌 美国商银下跌5.53% 而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分别下跌3.7%和3.77% 10年其殖利利率最低达0.906% Vital Knowledge 创始人克里萨复利 Edden Grisafulli 在报告中表示 市场仍在努力寻找止跌点 上周惊慌失措的崩盘并不会很快被人们遗忘 而且至少要花几周的时间才能使股市站稳 川普总统向来对鲍尔和Fed施压要求降息 在Fed 宣布紧急降息后 川普总统推文说 Fed 必须进一步放宽政策 最重要的是必须与其他国家和竞争者保持一致 七国集团G7发表声明表示 将踩使政策工具来遏制经济放缓 但是该声明没有任何具体行动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 投资人对潜在的经济放缓感到担忧 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89000例 与该病毒相关的死亡人数达3000多例 Canicor Genuity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德怀尔 Tony Dwyer在报告中表示 经济形势越糟 采取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协调刺激措施 来弥补这个弱点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由于全球病例仍在增加 因此无法判断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和Apps的影响 美股两日大涨虽终止持续一个多星期的跌势 但部分投资人感到怀疑 认为该反弹行情缺乏中央银行的重大回应 即使如今实现了 投资人也对市场过去六天的动荡交易会就此结束感到怀疑 Brainmark Trust投资厂米尔斯 Jeff Mills表示 他不建议客户此刻进场 两日的反弹只是技术性反弹 米尔斯说 我认为疫情结果范围太广 只看一个交易日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我们告诉客户暂时退场 我认为疫情结果范围太广